他因为出生的时候 看起来就一副聪明样 所以就叫他杜聪明 果然人如其名 杜聪明从小就是学霸 但水工学校毕业后 就以绑手考进第一学府 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可惜体格太差 差点被退货 他的体格被列为叫丙下 那时候就不想用他 不想用他的时候 代理校长就说 可是他是绑手 绑手怎么可以不用呢 所以就极力为这个学生说情 他也是很短的时间 他就开始锻炼自己的身体 也练起来了 变得头好壮壮的杜聪明 也热心革命置业 1913年袁世凯图谋称帝 20岁的他就跟同窗 蒋渭水等人 密谋暗杀袁世凯 杜聪明是专门研究续俊的 所以蒋渭水是负责筹奖 然后派杜聪明跟翁謙的主顾 叫翁俊明两个去执行 他可以喝的水源地 因为当时北京能够喝到自来水的人 是非常少 除非是那种达官邪药 所以他必须要找机会 要把这个互乱菌去放到水源地 但计划不够周详 任务失败 索性又是校长力挺 杜聪明才平安无事 隔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并考上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 他的那个学历程度来讲 在日本那个时候的学制 不过就是一个高职生 类似这样 可是他可以跟那些大学生去拼 成绩一点都不输给他们 在日本潜行研究的杜聪明 此时也是爱琴萌芽的阶段 一次返向探亲的轮船上 遇见望族 无缝凌驾的女儿林双隋 对他一见钟情 他是林朝栋的次子 叫林仲恒 林仲恒的长女 然后他从小就在日本 学习音乐 学习跳舞 就是在日本受教育 然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 想娶回家人 杜聪明找了好友菜陪火 帮忙说和提亲 但两人门不搭 户不对 又相差八岁 林老爷就开出四个严苛条件 要杜聪明知难而退 第一个 你要登高等官 第二个呢 你要有博士学位 第三个 你要会做师 因为做师表示说你有这个才华 第四个 你要有五千块日元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百万 在那个时候 甚至在现代这个时代 所以拿到医学博士 跟拿到在上天上的星星 我想这意思是差不多的 我没想到还真的给他 真的给他拿到 他拿到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成了开台第一位博士 接着当上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教授 顺利抱得美人归后 又当上医学院院长 这本时代台湾人能够在台湾 这边拿到医学博士 还当当时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 那实在太了不起了 更了不起的是 他还拯救当时台湾上万名 鸦片成因者 日本人接收台湾以后呢 就认为说鸦片 贩卖鸦片 会带来很大的利益 所以他们并没有去禁绝鸦片 后来台湾民众党之所以 那么讨厌日本 就一个原因就是 你竟然用这种贩卖鸦片 去欺压台湾人 所以后来像蒋卫水他们 甚至像国际联盟去控告 拔电报给国际联盟 这下不得了 日本政府为了向国际证明 他们有禁绝鸦片的决心 紧急找上杜聪明帮忙 日本政府就聘任杜聪明 担任当时的这个 研读乐界所的所长 说就要更生愿吧 就让杜聪明去国际间 做这种戒断治疗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报告 说我们现在 是很努力地在控制 这个鸦片的一个毒害 渐进断疗法 是杜聪明花11年的研究 让鸦片成瘾者 不再以激烈又痛苦的方式戒毒 慢慢减量的方式 到最后就完全不要用药 这个在医学里面 很多的戒药的方式 都是他目前为止来讲 都还是按照这个方式在做 他为一万五千人 来做这种毒瘾的这种戒断 获得成功也有将近一万五千人 大概四五百人没有办法借 更厉害的是当时杜聪明还发明了 独步全球的尿液验毒法 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在使用 一百年前当时的台湾人 台湾的这个医生就会验尿 他可以知道说你吃了多少的鸦片 甚至浓度多少 他都会透过这个尿液的化验去找出来 就这样经过十多年辛苦矫正 鸦片专卖制度终于在1945年结束 隔年最后一位鸦片成因者出院 终止了台湾长达三百年的 稀释鸦片陋习 钟祁医生 杜聪明的研究都与台湾本土息息相关 令他最新钻研的还有蛇毒 他这个蛇毒研究室 就是因为台湾毒蛇毒 要来解决台湾人常常面对的公共危险 就被蛇咬 他就从神经性的毒品里面 毒蛇的这个神经性的这个毒品当中 就是蛇毒里面呢 去提炼了可以去麻痹中枢 中枢神经的痛的一种震静剂 蛇毒呢研究呢 台湾一直是全世界的No.1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本土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开创者呢就不聪明 后来他的儿子杜祖健也继承一波 成为蛇毒研究与毒物学权威 1995年东京地铁沙灵毒气事件 日本警方正是靠他帮忙了不少 他就帮助日本政府呢 去合成这个沙灵毒气 就是告诉他在土壤里面 怎么样去合成找到这个关键的这个物质 去起诉麻原张皇这群这个危害日本人 所以他后来就得到日本政府 颁售这个蓄日勋章 杜聪明成了许多人的追随者 尤其他的医学研究 对台湾的公共卫生更是影响深远 不过至少理念不同 加上个性固执 迫使他永远离开台大 因为杜聪明他是留日的 可是台大这一派的学者是留美的 整个的治校理念他是不一样的 钱四亮就会觉得说 我留住杜聪明 他是医学院的院长 他也当过代理校长 这么好的一个人才 可是他不能够配合我 不能够配合我的话 就是时间到了 是不是能够请他就请辞了 于是60岁那年 卸下台大医学院院长 杜聪明往南部圆梦 创办台湾第一所私立学校 高雄医学院 刚好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陈启川 就是高雄陈家 愿意提供给他十一甲的地 去兴建这个学校 他严格要求学生要学多国语言 倡导乐学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 同时他还看到了偏乡的需求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让这些无一村消灭 什么叫无一村呢 就是偏远的地区 是找不到医生的 高雄医学院就招收了一些 山地的医生 在当年就录取了60个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学生 这实践了杜聪明 心中怀抱多年的梦想 也使高一成了培育 新时代医疗人才的摇篮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 几乎这个医学教育呢 都脱离不了这个杜聪明的开创 贡献了 所以他有这个台湾医学支付的 这种美称 医学支付那大家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杜聪明成为今日台湾医界的 主要力量 照顾着台湾国民的健康和生命 一生贡献 无法衡量